搭拉搭哒搭 搭拉搭打 搭拉搭搭 搭拉搭 非常荣幸嘛 是一种梦想时间的感觉 庆华一直都是我一个梦想的学校嘛 然后现在突然觉得梦想成真的感觉 就是觉得很梦幻 第一次觉得大学生活 我就是很新鲜 很新奇 每个人选项不一样 但是我肯定会留在大陆发展 我想在内地发展 因为我想在那个大湾区里面 进行那个创业记号 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北大所言 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以后走政治或者联合国这个方面 就这个方向 然后我就是特别想帮助社会 许多情节 如此好险 如此无尽 淡问 耕耘 莫问收获 做任何事情都要抱着一个 只看过程 而不是重视结果的一个心态去做 觉得自己得到的收获是更多的 而不会因为一时的结果 去动摇了自己的 一直以来的一个信念 他们都说我是屏幕生 但我觉得我一点都会屏幕 其实我这边图书馆比较多 没有把我要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全都不合 也许经历过聚赛和礼分 也许经历过聚赛和礼分 也许长受过怀疑也许 他们难出柜子什么的 我并不是很认同的一句话的 出柜子它决定性因素 并不是你是海门还是贵门 它真正决定的是你个人 我的未来的打算就是 我在这三年里面好好地努力 然后以后的话 还需要继续地共度博士 爱情你们陪我们 见证